任正 Спасибо。 Hello!大家好 我們玩具TV 今次在動蠻節 那部機器突然出現在出事 給大家看看 給我們看一個映像的天秤 因爲我不客氣而嚇倒大家 首先要介紹 今次子龍路過此地 就遇到一個好朋友 星星圖 嗨 你好 我們這樣這麼有緣狀 當然要問一下星星圖 其實你自己來動漫節幾次 還有自己來動漫節是有什麼特別玩的呢 我這次就是第一次來動漫節而已 HONDONI 第一次? HONDONI 對 為什麼? 其實因為我不是一個很玩具的人 而且我最初就覺得一些玩具的東西都是比較男生玩的東西 而且好人多 所以就沒試過來 一想到人多我就有點害怕 密集人群恐懼症 密集人群恐懼症 但是今年來到動漫節當然是有些好東西 還有一些特別的東西發生 剛才說了 你覺得動漫節很多男孩子玩很多男生的玩具 你來了一轉之後 現場的感覺給了你什麼呢? 現場我反而發覺是有很多女孩子 因為每個呢 很多扮到很漂亮的Cosplay 就覺得那個氣氛很好 很開心 很多很漂亮的Figure 還有今年我想是特別 很多VR 看到除了Figure之外 有很多Game的東西玩 剛才就說到很多女孩子都來到我們現場 那星星兔很明顯 看到你也是一個女孩子 是 你剛才說帶了一件正的東西來 我們把鏡頭看低一點 就是這個 現在看到它背面 慢慢慢慢就轉正樣給大家看 就是你首次帶來動漫節的禮物 是啊 因為其實不經不覺 星星兔都已經六周年了 七月二十號就是我們六周年了 六周年之後我們就會有不同的東西去推出 第一彈就是星星Rabbit第一個Figure 就是這個 這個公仔 就這樣看上去好像很簡單 但實際上是一點都不簡單的 我們逐一會給大家介紹一下這個六周年版本 首先它是一個什麼版本 或者是什麼名字呢 其實它就叫做Live Version 因為大家都知道我是唱歌的 這次我們的設計師也都特意想了一個構思 就是說 星星兔是一個流動的舞台那裡唱歌 所以大家如果看到這裡 就會是我們的packaging 就是一個好像music bus那樣的樣子 是的 直接打開那個盒子 你就立刻就可以把這個星星兔 變成在舞台上面一樣 是的 這個構思不錯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男孩子玩的時候 那個盒子是一個問題來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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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應該扔掉它呢 是 不扔掉那一樓在那裡做什麼呢 是 所以就是這個樣子 它那個盒子 它還有一件事就是 你翻起了它之後 它那個是有一個小配件 有一個Clip可以給你Clip住 那就是如果你不想拿一個公仔出來的時候 你想用那個盒子去做Display 都可以的 就好像那些美食車一樣 開了一個蓋 是的 你看到了 然後就可以有一個小配件 就好像那些車頭的蓋子 可以扔著它 是的 好的 好了 回到我們面前 這個Live version 的星星兔 剛才我們一直在看的時候 發現它除了可愛之外 都挺特別的 逐一為大家講解一下 因為它不斷轉 我們稍而前一點給大家看一下 OK 第一件事就是它的頭 這個是不是你全部自己設計的 不是 因為主要就是我們有一個Designer 那所有的藝術都是由它想的 那當然那個Idea大家都會brainstorm 那就是按照我的真人造型去做的 例如看到我的頭髮 例如看到我的口罩 這一個我們會叫做Girl with ma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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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重要最重要 最重要的留意就是 Mask 對 Mask 和它那顆星星 對 因為大家如果留意到 我平時化妝 眼睛是會有星星在我眼的旁邊 所以Sing-Sing-Rabbit 這個Girl with mask 的造型都是會有顆星星在眼旁邊 是的 而最重要呢 Girl with mask 是一個首次跟大家見面的figure 其實它還有一些細節位 還是修改當中 其實現在完成度有多高呢 都有九成的了 不過可能大家可以看到 它現在眼睛就是一個大圓 黑色的Oval shape 其實中間還會做多一個亮晶晶的效果 就是有顆star shape 就是我們的眼神 對眼神那些 是的 另外我看到它的手 跟你一樣就是拿著咪 好像我現在這樣拿著咪 這個會不會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可以玩下去呢 其實因為我自己比較少玩玩玩具 但是當和製造商Toy Zero Plus 那邊去discuss 究竟為什麼去做這個figure的時候 原來都很多問題要注意 例如就是說 可能我們現在這個是糖膠公仔 那原來呢 搜一些那麼纖幼 或者那麼細緻的東西 是不可以用糖膠去做 那可能他們要用別的物料 別的材料去做個模 那變成了可能 就是做出來的時候 成本又會貴了 那大家都很堅持 都很想做一個圓著 它要拿著咪 和手要做這樣的形狀 所以我們都堅持去做 那講到星星Rabbit 我們看到個台座 這裡有個名字 星星Rabbit 但是剛剛講到它的名字 是叫做Girl with Mask 那究竟 這個我們星星套 非常之 是的 重要的 面具 是的 這個巨頭 是的 又怎樣玩下去呢 其實呢 因為大家都知道 我呢 最初就是 戴著一個很大的頭套 就是這個了 就是戴著自己的頭去唱歌 給大家聽的 那我們那時候就說 很想做回一個 Figure 是真的 頭套可以戴下去 所以大家會留意到 後面其實是有一個開口位的 那這個開口位呢 就會是可以令到呢 它是可以呢 套到下去星星Rabbit 即是 Girl with Mask Girl with Mask 的頭那裏呢 就變成了星星Rabbit 就變身了 這樣 ok 這些呢 又要威又有得 戴頭盔的玩法 ok 這個呢 大家其實今天 在這幾日 一連幾日 在我們會展都會見到的 是啊 是啊 那就 會可以在我們 Seven 那個 booth那裏見到 可以在iSmart那裏見到 那就可以接受這個預訂的 那最重要呢 你能看到 無論是Girl with Mask 還是星星套 那兩點呢 就是它那顆星星啊 是 沒錯 那你見到呢 這個面珠燈有星星 那而呢 這個Girl with Mask 的眼睛 眼睛隔壁也有星星的 那還有呢 其實我們這次 這一個是 叫做第一個 我們都有一路在構思 它是一個 可以collectable的toy 就是說呢 今次這個版本 可能之後呢 因為其實我除了 如果平時不是做event 不是太特別的時候 我都戴一個比較舒服 一些的mask 普通一些的mask 但如果當譬如有event 拍MV呢 大家都會留意到 我是有設計一些 不同的口罩 那所以可能呢 之後那些 你就會見到 已經有不同服飾 或者是口罩的顏色 會不同了 所以一開始那個賣關子 就是 Girl with Mask 這個live version 還有什麼 那 接下來大家 慢慢慢慢就會知道 OK 那在這裏 首先多謝星星兔 來到我們 每一個TV 跟我們一起玩 接著下來 你會去哪裏玩嗎 接著下來呢 我當然是到處逛逛 因為其實呢 我今天來到這裏 就是 再看一下 那些figure 怎麼擺得漂亮些 都工作了一天的 其實在這裏 所以其實我未正式 走這個動漫展 所以很想看一下 究竟有些什麼 新奇刺激好玩的東西 OK 那現在我們就去逛街了 看看有沒有機會 在電話旁邊的你 在街頭撞到我們呢 都不妨跟我們拍張照 OK 今天說到這裏 再見